在火箭队主场迎战步行者队的这场机潜赛中,步行者队110比100反客为主战上了火箭队,虽然新元安东尼九投六中高效的砍下了16分五篮板,但是火箭队还是暴露出了不小的问题,那就是哈登的个人状态,这场比赛中他十次投的17分,送出十次助攻带。 他也有六次失误,诚然,这只是一场普通的季前赛,球星们的状态出现起伏,手感出现波动等都是正常现象,但是对于火箭队来说这个问题却是不容小视的,因为当家球星哈登的这两大问题,即投篮效率和失误数量等,是困扰他整个职业生涯的重要完集。 哈登作为目前火箭队唯一的当家球星和绝对核心,他的发挥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制止火箭队赛季后赛的命运。 上赛季在西部决赛中火箭队3比2领先却遭逆转,哈登在最后两场比赛没能站出来,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 哈登在过去三次季后赛之旅中,虽然场均得分均在26分以上,但是他的投篮命中率从未高于42%,这对于一个明星后卫而言,只能说是差强人意。 而在近后赛的关键战役中哈登更是极其容易陷入打铁的明局,比如说上继续不决赛的场均战,哈登在三分线外13投进2中。 再来说到哈登失误的问题,虽然自主教练德安东尼上任之后,哈登从得分后卫到控球后卫这样的转型非常成功,但是随着而来的代价是他的失误数量猛赠。 在过去两个赛季他的场均失误数量分别是5.7次和4.4次,助攻失误比接近2比1,这绝对不符合一个优秀组织者的标准。 虽然哈登在上赛季的常规赛顺利拿到了职业生涯第一个常规赛MVP奖杯,但是他并没有能够在季后赛中继续证明自己。 在西部决赛面对勇士队的天王山之战中,哈登21投进5中命中率不足三成,三分线外更是11投领中无功而反,如果不是保罗在下半场赌坎18分, 恐怕火箭队无缘因夏天王山之战。 总而言之,哈登一人决定着火箭队的命令,如果得分效率和失误过多这两大问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恐怕火箭队的争贯大忌也会最终毁在他的手上。 如果会有问题,我们可以在这间画案里或在这个手上里面或者在家里面的回答物上好不好。 可以在这边是否放到一起的小点火箭队的文件,